这就是传说中的,在中国餐厅打工的朝鲜美女 景岭的浑春市,对面就是朝鲜 浑春有一家著名的餐厅 因为里面有许多漂亮温柔的朝鲜女服务员 也成了著名的网红打卡点 我这次就去实地探访了一次 餐厅专修的不错,就餐过程中还有助产歌手表演 顾客们可以用手机往大屏上发弹幕互动 气氛非常的好 我对这家餐厅的评价非常高 菜品不错,表演水平也不错 价格还非常的实惠 再加上颜值、气质都善加的朝鲜女服务员 非常值得去打卡一次 当地的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些朝鲜女服务员的情况 这些朝鲜女孩大多年龄都在22岁左右 基本都是大学毕业后通过挑选而来 首先形象上要很好,然后还要勤劳能吃苦 来中国打工的机会非常难得 期限只有三年,到期就必须回国 她们的工资在2000元左右 在我们这边算是谷底 但是朝鲜女孩们打工期间基本不出门 没有什么消费 三年的工资带回国 妥妥的变成了富婆 温春是一座边境小城 属于中、朝、俄三国接染处 街上许多电招都是中、朝、俄三语 甚至中、朝、俄音四语 当地的朋友给我讲了一些朝鲜的事情 我随便一转述,大家也就是随便一听 不包准确 她说对面朝鲜现在还是严格的城乡二元制度 人员流动极小 出个事都要申请开介绍信 普通人出远门的机会微乎其微 除非是工作和贪亲 罗仙离首都平染才700多公里 但是对于罗仙当地人来说 平染简直是遥不可及的 在他们眼中平染有多远 就像我们中国人眼中的智利乌斯怀亚 平染有多繁华 那就是八十年代内地人眼中的香港 所以在罗仙这个地方的普通人 去过一次平染 回来是真的可以吹半辈子 享受朋友们的全方位吹捧 和面目全非的羡慕 说到这里 我怀疑自己又发现了一个商机 就是去朝鲜炒房 据说平染的房价已经到了8000 新一周已经到了4000 当地朋友说 外国人买房比较麻烦 而且什么配套都没有 没有互联网你真的能忍吗 而且政策风险也比较大 商机也确实有 据说之前朝鲜的海鲜产品 那真是白菜价卖给中国的商人 帝王蟹之类的十块钱一斤 所以许多国人做朝鲜贸易赚了大钱 但是在中国的规律是好生意撑不过三年 只要是暴力的南海行业 三年内必定变红海 乌泱乌泱的中国人提着现金上门 朝鲜人民不缺乏智慧 国断的顺应市场经济规律 深表遗憾的涨了价 至于很多人把自己对理想国和乌托班的美好愿望 放在地球上任一处有人的地方 我觉得在当下都是虚妄的 因为无论是多么富足和形势上的公正 都无法克服根古不变的人性弱点 人心如海不容生炭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敬请关注朝鲜故事方外篇第三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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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